iRig Acoustic Hi 大家好 我是雪莉 上一次我们介绍了iK Multimedia的iRig Acoustic 麦克风声音的声音器 就是这个 还记得吗?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它的另外一款iRig Acoustic Stage 不同之处就是多了一个控制界面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控制界面上都有什么功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控制界面的最上方 有四个插孔 第一个就是AUX的音源输入孔 如果说你的吉他本身有实音器的话 就可以接到这里 第二个插孔就是iRig Acoustic 它自己的麦克风的接孔 第三个是USB接孔 可以连接行动装置 手机 平板 笔电 电脑 当做一个录音界面来使用 最后一个插孔就是我们的输出孔 它可以连接Mixer或是音箱 这样来使用 好 我们看侧面 这里是电源的开关 好 这样就启动了 另外一个侧面是提供一个0-180度的相位切换 好 我们看一下最上方这个圆圆大大的按键 就是Cancel Feedback 这样按一下就可以取消和有效的制止声音回收 按住它 这样就关闭了这个取消声音回收的功能 好 我们再向下看 你看 这边有一个Calibrate Code Calibrate 也就是说它可以对我们的乐器进行音色的自动校准 我们按住Tone的键 当全部的灯闪烁时 就可以拿起吉他 以封闭式按压六条弦 向下刷弦 这样就可以自动的对音色进行校准 一直按到12格之后呢 再轻轻按一下 就叫做完成咯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有一些英文字母 第一个就是Natural 自然 好 再按一下Warm 温暖 再一下Bright 明亮的声音 那最下方这个Nylon 就是尼龙弦 也就是说如果你使用乌克莉莉 或是鼓点吉他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到这里 在选择尼龙弦的同时 另外三种还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最下方这里呢 是一个旋钮 Mixed旋钮 也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本身吉他的 使音器和Irig Acoustic使用器同时使用的话 这边可以进行一个混合的调整 好 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 也就是音量的调整键 它是可以按压进去的 轻轻再一按就会出来 我们就对音量进行调整 调整好之后按回去 也比较不会那么轻易的去碰到它 好 那我们看一下背面 它还有一个夹子哦 在我们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夹在吉他的背带上 或是皮带上 这样更方便我们进行调整操作 以及在演出时候的一个移动 好 接下来我们用弹奏的方式 听听看它的三种不同的音色 好 接下来我们用弹奏的方式 相信刚刚大家通过影片都对 Eric Acoustic Stage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我是雪莉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